经过长时间的比赛及训练 南投县冠军队众正国小女累队 昨日在高雄凤山展开精彩赛程 由于本县女累队在副议长潘一泉长期支持之下 累球运动是相当兴盛 这次由原乡地区国小代表南投县 一言林芳瑜也寄以厚望 女子累球在我们南投县可以说是发展的不错 尤其是在我们潘副议长的领军关心支持之下 其实这几年女累方面在普里镇在南投 各个地方都发展的不错 尤其是我们中正国小连续几次的都拿到相当好的成绩 拿到了冠军 所以代表了南投县去参加我们全国的联赛 仁爱乡中正国小这次阵容算是这几年来最出色的队伍 而能够代表南投县对他们出色的部落来说 是一见光荣的事 现在族人大大小小都非常关注这次的比赛 我们中正国小的女累队 在我们孙校长以及洪教练的带领之下 平时在训练非常的扎实 包括我们族人也都非常的关心我们所有的女累队 我相信你们是最棒的 中正国小女累队能在县内打出好成绩 这归功于学校及选手们的努力 南投县体育会也非常看好 这群小朋友在全国联赛中屡战屡胜 希望他们未来有出国比赛的机会 帮助我们南投的小孩是体育会 足复旁的事情 他们很想要来冠军出国的 在这个方面南投县体育会 在潘宁全理事长的领导机 中正国小表示 为了能让县民可以看到他们比赛的过程 随队老师队友进行手机直播 请大家一起为他们加油打气 福利长叛逸拳 欺免选手们每一场要分力一搏 为部落为本县争取最高荣誉 米熊坏坏综合采访报道